我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副教授莫依林 我所从事的工作和网络息息相关 大家知道网络其实可以分成很多层的 那么5G呢就是在网络底层 我们在上面可以实现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 我所在清华大学本身有非常好的校园网 但是同样还是有存在一些小的问题 比如像一些办公室或者学生的实验室当中的 WiFi的接触信号并不太好 那么我在使用了华为的5G CPE Pro之后 我发现它提供了非常好的5G的上网体验 并且可以提供非常快的下载速率 然后这个给我们的科研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方便 所以我觉得随着5G网络的逐渐的铺开和普及 像华为的这个5G CPE Pro这样的路由器 可能会逐渐取代现在校园WiFi的地位 另外呢在我的科研当中 5G的网络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革命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工业自动化 还有智能无人系统 比如像德国提的工业4.0这样的计划 其实这些计划呢都是以工业的信息化作为基础的 那么这个阻止工业信息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成本 这个里面包括了比如说铺设的成本 布线的成本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使用无线网络 就可以把布线的这一部分的成本省下来 那么在企业信息化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信息从每一个企业自己管理 自己信息的这种状态当中收集起来 汇总到一个统一的管理平台 当我们拥有了这样大量的信息之后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利用现在非常流行的人工智能等等的技术 来处理这些信息 从而为企业从信息化进一步走向智能化提供支撑 那么我相信呢随着这个5G技术导致的企业信息化 进一步智能化发展也会催生出多种多样的行业 我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包括像智能无人系统 其中一个典型的应用呢就是自动驾驶的汽车 我之前是在新加坡承担过一个关于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的项目 那么